兩小時左右的時間 一小時又五十分鐘 然後就如同剛才老師說的 這是我大概就是從大家想要聽的開始講起 然後從現在已經有二十三十個人想要聽 跟大陸相比 假設這個講的是中國大陸 不過我也可以講澳洲大陸或者美洲大陸 anyway 跟中國大陸相比 台灣的優勢跟劣勢是什麼 那接下來就是大概規則就是講 就是說中間如果我回答到一半 或是大家有什麼想要更進一步追問的 那就隨時舉手或者不舉手 都可以直接討論 那或者是說你在slido上面 就是slido.com 然後輸入今天日期619 進去的這個聊天室 隨時也可以再追問 那追問的話同樣它會跑到最底下這邊來 然後那在過程裡面就是當我回答完一個之後 我會把那個收起來 大概當兩個小時結束之後 所有大家的問題都會放回去 那如果兩個小時結束了 那就是大家問題沒有回答完 那就很抱歉 那但是如果不到兩個小時 大家問題全部都回答完 那也沒有問題了 我們就提早結束 不過呢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所以大家也不會發生 好 那所以我們就不多說 那就開始吧 那大家最想要知道的是 台灣的優勢和劣勢 其實我這邊 因為我自己是做社會創新的 那社會創新它其實是 後面有這樣一個想法 就是所謂的social innovation 它後面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在很多地方 政府因為它是一個 這個由上而下的 它是一種高度的權力集中 然後資源集中到上面 然後再分配下來的 這樣一種治理方式 那當然目前中國大陸 是運用這樣子的一種治理方式 那其實台灣在不太久以前 在上個世紀 就是解言以前 基本上也是類似的一種治理方式 那這種治理方式一種特色 就是說好像國家 或者是政府的這個力量 好像是在中間 然後呢它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說它把社會上不同的利益 組織起來 然後要透過這個政府 來進行利益之間的討論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它要在中間做一個仲裁的角色 然後呢確保說 雙方都是比較平衡的 或者是說如果政府 現在要發展什麼的話 那別的是可以暫時犧牲掉 這樣是一種計劃性的一種做法 那但是呢其實在全世界 這樣子一種治理的模型 在最近十年左右 都遇到了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那最大的挑戰 其實就是各位手上的手機 那這個手機的出現 使得說任何人 他只要想到一個正確的關鍵字 一個正確的頻道 一個正確的D卡上的一個版 或者是PTT上的一個版 怎麼樣 他就可以立刻把 有相同想法的人組織起來 他根本不需要透過政府 或者是代議師 或者是主流媒體 或者是黨部 或者是隨便什麼本來的組織形式 他就可以自己去串聯起來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當然在台灣 我們就看到很大型的社會運動 紅中秋事件 318等等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大家不再靠中間這個繩子 就可以互相組織 那如果呢 中間我們政府還想要當一個 仲裁者的角色的話呢 那就會越來越 被拉得越來越薄 那所以台灣我想跟就是北京方面的治理方式最大的一個不同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再說就是好像什麼事情都一定要政府 要事先說你能夠做這個創新 你才會去做這個創新 相反的我們現在是問一個不同的問題 就是在上一個世紀我們問的是說 怎麼樣子是就是雙方都可以組織起來的 以及怎麼樣子雙方都不會受到太大責害 那但是呢我們現在要問的其實是不同的問題 就是說那社會上有多元的各種各樣的方面 有些是關心社會有些關心環境有些關心經濟發展等等 那但是呢大家雖然有不同的立場 那有沒有可能找到一些共同的價值 然後以及如果大家有些共同價值的話 我們能不能夠一起找出一些 對大家都好的一些解決方法 那這個東西就叫做Social Innovation 那這個是目前我們在台灣做治理 跟在就是北京方面最大的一個差別 就是說我們這邊是 就是基本上都是由民間先開始 那我因為我知道這樣講非常抽象 所以我們馬上來講一個實際的例子 就是說就是中間就是創新發生的地方 舉例來講像我自己的辦公室 在台北的空總旁邊 它叫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Social Innovation Lab 那我每個禮拜三 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都在這邊 是我的office hour 任何人都可以直接來找我聊天 然後那這個很漂亮的足球場 這個也是喜悍而畫的 要我畫也畫不出來 這個空間本身就是上百家不同的社會企業 跟社會創新者一起設計出來的 那在這邊呢我們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office hour 任何人可以來找我們 那第二個就是它的 有一個視訊會議的一個center 所以我們大概每個禮拜一次左右 會有跨部會 十幾個部會的朋友都來這邊 開什麼呢 就是開一種協作的會議 視訊的會議 那這個視訊會議 每次會連到不同的地方 像雙周二之前就是連到在雲家南的 然後以及在高雄屏東的 以及花東的 以及中部的四個不同的行政院的聯合服務中心 那我就會實際去不同的地方 那我去的同時就是我會去看說 那邊大家最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以及當地的朋友有沒有什麼 在做什麼事情去解決這邊的問題 然後以及我們有沒有 為這些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 造成他們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事我們可以幫忙的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像台東啊或甚至離島的朋友 也可以同時用視訊這樣連過來 所以我們就是不斷的持續的 去幫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們 解決他們的問題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碰到 就是各地關心的朋友 那這邊有一個具體的例子 就是有一個叫做 G0V臨時空物觀測網這樣一個網站 G0V是2012年底開始的一個運動 然後我在2013年也開始有參與 那G0V它的想法非常簡單 就是說每一次政府要做什麼事情 它會有一個網站 就是什麼點 G0V點TW 但是如果政府做得不夠好 或者說政府還可以做得更好 那大家以前都是就是好像是施加壓力啊 希望政府能夠改變啊什麼之類的 那具體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就不要等政府改變 就自己先來做 所以說它就把每一個政府的網站 或政府的服務做得不夠好的部分 大家都可以自己把那個O換成0 就是一個0的轉移 你就從什麼點G0V點TW 跑到什麼點G0V點TW 就可以看到一個公民的版本的政府網站 所以同樣道理就是 像這個叫做空物觀測網 就是大家覺得說 環保署的側站不太夠多 那個點位不太夠多 或就算是接下來幾年要度到1萬點 它離大家家裡不夠近 所以大家就自己的 我講自己就嘛 就自己用很便宜的PM2.5的偵測器 然後呢在自己的家裡也好 學校也好 等等其他地方都佈上了這種PM2.5的sensor 那這樣子的感測器 它雖然可能精確度不一定有環保所那麼好 但是當你佈了非常非常多點 像是已經2000多點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快的知道說 目前實際比你生活最靠近的地方 它的空氣品質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就是剛才所講的 就是說大家每個人可能投入這個計畫 他想要的有些是教學用途 有些是做這個設備的廠商 有些是感興趣的這個學術人員等等 那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大家都發現說 這個solution做出來對所有人都好 比起大家悶著頭一個人做要來的好 那像這樣子一種就是我們叫公民科技 Civic Tech 在亞洲的其他國家 包含中國大陸地區在內 其實都很難長到這麼大 我們去國際的conference的時候 很多人都告訴我們說 不要等到2000個點 大概到20個點就會被請去喝茶了 大概200個點就茶水掉了 因為說真的這個是 就是威脅政府的正當性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自己有參與這個網絡 那比起環保署發布的數字 就算理論上知道它更精確 但是你有參加的這個網絡 你一定是更相信這個網絡 所做出來的系統跟分析 所以在台灣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樣 是說因為我們剛剛是說 我們幫這些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 解決問題 所以當它組織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都是透過一個 打不過就加入的一個方式 所以就是當中央政府發現 民間已經有這樣的東西 我透過巡回 也了解到說 大家真的很在意空氣品質 然後覺得說 這樣子有網絡是大家可以信任的 那我們就馬上去問說 好那這個計畫 到底碰到了什麼樣子的困難 那有沒有什麼是政府可以幫忙的 那所以他們就說 大概有兩個最大的困難 一個是說 它的偵測器 剛剛已經講了 它的精確度不一定很夠 那精確度高的就很貴 所以我們就請工研院去研發 國產的很便宜的 平安慰點我們的偵測器 給他們使用 那第二個是說 他們說這些資料 全部都上載到就是雲端之後 要去做分析 其實你還要從雲端重新下載 那而且呢 要做分析的時候 如果要做到一些machine learning 之類 它需要的硬體 也不是每個人都有 所以我們現在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花了 大概 編了一個四年 大概 大概五個billion吧 台幣的這樣子一個計畫 叫做公共民生物聯網 就是在 國網中心 就是國家的高速計算中心 把所有包含 民間的空氣資料 政府的空氣資料 水品質地質販 以及也要یں cohesive 地質地質ários Stamp 或者是地質約 和爭肪的時候 이를 資料 之類的 這樣的好處 ir後 能 complet 有不同的學者 对这些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 他只要把他的演算法上载到我们的官网中心 他就可以不需要自己再下载部分的资料 因为目前大家反映最大的困难 就是说不同的老师 他是用不同的演算法 跟不同的资料来进行预测 这样的话当你预测比较准或比较不准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是因为资料的关系 还是因为演算法的关系 就很难做科学 所以我们现在做法就是说 我们提供一个免费的或几乎免费的平台 然后让所有人都可以放资料 然后在上面去进行运算 那这样子的一种公民科技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特别推过助澜 我们只需要去解决大家的这个困难点 那这个东西他自然就会往外扩散 因为我们在这边是一个很特殊的 能够有这种创新发生的地方 但当他创新的这个模式出现之后 各地的环保团体 或各地的对公民科学感兴趣的朋友们 都可以自动自发的来加入这样一个网络 来布这样子一些点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解决当地的问题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样子的东西扩散出去 所以那待会会有朋友讲说 那如果中间有犯法怎么办 那这个我是下一个问题 那待会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想跟中国大陆地区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说我们在创新的时候 我们只能去选同时照顾到经济跟社会 跟环境的永续价值的一些创新 我们没有办法透过政府的力量说 那某一个地区的就是牺牲掉它的社会 或牺牲掉它的环境 专门拼经济 那我们大概没有办法这样做 但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做出来的创新的结果 它比较能够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治理环境底下 都可以适用 所以这个我们在外交上现在有一个讲法 叫做暖实力 就是warm power 就是说不是只暖实力 是说我们去找到说 我们在这种社会的各种价值冲突里面 的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法之后 我们就可以输出到有类似的挑战 或有类似的冲突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送暖嘛 那这个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里面 它是叫做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我们目前外交大概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 那当然就是也许有一些创新 它真的比较能够在 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比较集权的 或者是你就画一块说 那这块就牺牲掉别的价值 专门做某些价值的东西 那在那里没有关系 因为那就是一个不同的方向 那样子创新的成果 我们也还是可以去采用 所以我想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跑道 方向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基本上没有办法比较 那但是就是有各自的创新的模式 那第一个问题我通常会讲比较多话 因为比较有这个凝聚性的问题的可能性 OK好 那有30位朋友们想知道说 请问对于金融科技发展与创新实验有什么看法 那这个条例确实是我刚进行政院大概一年半之前 我们就开始Cook 然后到最近就是执法才通过 然后我们第一批的实验才进来 那这个叫金融沙盒 大家有听过吗 好像不是都听过 好 大概可能快一半的人有听过的道歉 好吧 我还是快速讲一下这什么东西好了 就是说 他的想法非常简单 就是说金管会目前对于哪些是金融服务或金融商品 他有一些想法 好比大家可能知道的银行啊 证券啊 保险啊 等等 那但是呢 因为有一些新的科技 他会创造出一些 他看起来像银行 又不是银行 看起来像保险 又不是保险 然后或者是像所谓的AI理财 就是完全不是理财专员 是完全验算法 来帮你理财 或者是所谓的P2P的借贷 就是说不是银行 而是大家彼此之间自己借自己 但是用软件把它弄成 好像银行一样 那或甚至就是用一些加密的货币 然后来取代法币来进行交易 那这个时候呢 金管会其实都不太知道说 这个东西到底对社会好不好 那但是呢 以前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需要金管会来当一个仲裁者 来判断这对社会好不好的话 第一个他很可能判断是比较保守的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当他判断错的时候 其实是很难去弥补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像刚刚讲的 我们先问这些创生者说 这个对社会有什么好处 他可以解决社会上什么样的问题 只要他回答了出来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给他六个月到最多 十二个月的一段实验期 在这段实验期里面 他不但可以犯法 就是说他可以违反金管会所设的 这种投资限制或其他业别的限制 他甚至可以写他自己版本的法律 也就是说他可以去指责金管会所主管的一些法规命令 县市政府的法规命令 或其他部会所主管的法规命令 然后说我希望在我的实验期里面 我是用这个版本 那如果大家有学过资讯科学 这个就是所谓的fork 就是说我觉得我目前这个政府到一个情况 那但是呢我觉得他应该往不同的方向发展 所以我没有破坏掉本来的 但是我希望他往一个不同的方向 那这是一个分支的一个概念 那当他有一个分支的版本的法律 或一个法规命令的时候 那我们就让他在这个沙河里面 有12个月以内的时间去测试说 到底这个版本的新的法规命令 是不是真的对社会有好处 那当然每次我演讲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那个法务部都希望我这个业配一下 就是说法务部特别关心大家的权益 所以洗钱是不能够实验的 然后资助恐怖分子也是不能够实验的 那所以有些红线啦 你不能说我试试看12个月洗钱会怎么样 那我们大概都知道会怎么样 所以大概也不用实验 那他就重开了 那anyway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任何人都可以去提出实验 可是最后这个实验到底成不成功 并不是单一的一个人说了算 而是就是多方的厉害关系人 他们在这个实验期结束之后 去做下来 然后实际看这个实验过程里面产生的资料 然后实际去问这个实验的参与者 然后来看说这个东西到底对社会 是不是一件好事 那如果这个对社会是一件好事的话 那很好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调整我们的法规命令 就可以用你所喜欢的那个版本的法规命令 来当做全国的法规命令 那当然如果需要修法的话 那我们就会请立法院来修法 那最多可以等到三年的时间 那但是呢 如果是这不是一个好主意的话 那我们就感谢你的投资人帮大家付的学费 下次就不要再这样子做了 那所以至少就可以防止说 大家像绿鼠一样一个接一个 挑到一个就是不是很好的主意里面 那所以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治理的这个责任 他把它分担起来 那所以这个朋友跟我说我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我看了第一批实验进来 其实我有一个观察 就是说有很多根本就没有进杀核实验 我们就看到主管机关就把它松绑了 如果你去搜寻国发会法规松绑的话 你会发现说每个礼拜都有非常多的 尤其是财政相关的各种各样子的法规都被松绑了 那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 就是有些创新当它出现的时候 像现在不是在推什么行动支付感应式的支付吗 它一开始制定的时候是说它感应距离只能三公分以内 那但是呢因为现在有一些感应式的手环 就是戒指开始出现了 那它就需要放宽到十公分以内之类 那所以每次就是这种很小很小的东西 它以前就是灌料体系 就是我们的承财员们接到这种说 我希望你把某个作业规范从什么放宽成什么 它大概第一个直觉的反应都是说 我如果驳回你的话 我就不需要花我的时间 可是我如果就是觉得好啊 这可以调试的话 那我至少要花个一个礼拜的时间去签和啊 然后去就是announce啊 去预告啊 甚至更多的时间 那所以大概就是除非有非常好的理由 或者除非有什么政治上面的意志 不然的话大概都是驳回的比较多 那但是呢 现在因为有沙河的这个法律的关系 所以它这个payoff就变成相反的 就是说如果你要放宽一个 其实法律也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 我只要花一个礼拜去签签公文就好了 但是呢 我如果把你驳回的话 你就会进沙河 我就要陪你半年到一年 所以从整个角度来看 现在反而是驳回比较麻烦 然后帮忙放宽比较容易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多的创新 它是根本没有进沙河 然后部会或者地方政府 就说好了好了 这个就放宽好了 所以目前这个 我想是一个蛮适合创新的一个新的政治气氛 那这个是沙河所造成的 那在金融沙河之后 我们才刚送到立法院 还有另外一项沙河叫做 AI Mobility Sandbox 中文叫做无人载具创新实验条例 那同样道理就跟Fintech 是要把金融的创新融入社会一样 AI Mobility Sandbox 是要把会动的AI 就是不管它是在路上开的 还是在天上飞的 还是在海里游的 或者是混合式的 就是开一开飞起来的那种 大概都能够去融合到我们的社会当中 那这个其实也是全世界都在想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AI融合到我们的生活 因为大家不是一方面听到一些非常 就是过于乐观的 所有交通问题都可以解决 回到就不用干了 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 但是或者很悲观的 就是莫名其妙又撞到人了 然后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去撞人 所以就是说这两个是非常极端的看法 那如何调和这两个极端的看法 就是我们想要在无人载具这个沙河里面去做的 也就是说其实像刚刚讲的空总那边 在几个月前 我们就示范了一次 就是让一大堆无人的三轮车 它是麻省理工学院跟北科大合作的一个project 叫做PEV Persuasive Electric Vehicle 那这些这个三轮车 就跑不快 因为这些三轮车是就是用行人的路权 所以其实它就是跟电动滑板 差不多那样子的速度 甚至更慢 所以其实它撞到人 撞到东西 大概都不会怎么样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尤其它又是open source的 就是它的原始码是开放的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去改 然后去看说我们在这里面 甚至外面人行道或者是发生意外的时候 尤其是发生意外的时候 这一台车子要怎么样告诉旁边的人说 它看到的世界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透过VR 或者是透过手持的装置去进入这些AI的世界 所以不是只是它更了解人类的行为 我们也更了解它的行为 就好像人跟狗 这个早期彼此巡化那样子 就是去更加了解彼此的这个边界 然后去work out说怎么样才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就是互相通行的这样子一种方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AI MOBILE 3BOX想要做的 同样就是说 不是好像就是这个忧伤来下的去说 这个无人驾驶好 然后就什么都上路了 而是说让真正能够解决当地的社会的问题 或者是反映当地的社会需求的这些创新先发生 然后让大家去实验说怎么样子去跟这些AI一起相处 那这个概念国际上现在有个讲法叫Extended Intelligence 就是XI 就是说它既不是完全是机器 也不是完全是人 而是机器跟人互相巡化 互相融合之后产生的一种完整的一种系统 那这个是我们用这个Sandbox想要去促进的 那接下来可能还有很多别的Sandbox 有三三位朋友们想知道说 像情维AI使得无有资源的人 更加强项比较被AI取代 那篇文老师就会平时弱势的人 他们该怎么办那么好 左官号希望不是强者的救济弱者这个SOL 用完好 那当然不是很好不用担心 我想是这样就是AI它确实是一个 让未有资源的人更加强大 可是事实上 网际网路的存取也是 我想这个会造成更大的资源的不平等 就是你能够上网跟不能够上网 其实差非常多 那在上网之前可能是字跟不是字 那这个也是非常的差非常多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想法并不是说 我们让一小部分人先AI起来 大概不是这样子 而是把它当作上网一样 或者当作是字一样 就是那是任何人都应该要有基本概念的东西 那在台湾当然大家可能听过说 我们蔡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喊出一个叫做宽评人权的一个口号 就是说任何人去上网 用宽评上网都应该是基本权利 那如果他住在一个没有卫星也没有微波也没有光线的地方 那政府应该有这个责任去让他能够用宽评上网 如果他付不起上网的费用的话 那我们应该要用每个月499元 或者是更便宜的方式 让大家都能够用宽评 至少用手机宽评4G宽评上网 那又或者说甚至他连手机或平板都没有的话 那我们甚至应该要每三年去让这些新住民朋友 或者住民族朋友 或其他如果是家务有平板可以使用 也就是说我想国际上喊宽评安全的人非常多 但是台湾是少数真正有这个条件做到的 因为我们起跳的点就已经超过80% 所以我们就是把最后的10%几去补上 那也用了各位的水晶弄了那个就是前瞻基础先生 有一笔特别预算 就是把最后这个gap去补上 所以我想很快就是在台湾不能够上网 那就是政府的问题就是这样 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是把宽评上网当作跟任何人都有 就是世子基本教育的权利是一样看待的 那同样的就是我们在就是基本教育里面 从明年开始上路的这个新的课章 我们同样的也是把所谓的自通讯素养 跟媒体试读的这个素养 放在基本教育里面 那简单讲就是说如果任何在小学或者国中阶段的小孩 他不能够有一种感觉是说我在线上有一些AI的资源可以使用 这些可以让我在学每一课 而不是只有科技领域 就是每一课的时候大概都可以去简化一些我的软工 就是重复的工作 如果在台湾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学校的课法会 他因为硬体的限制 因为资源的限制 因为教材教法的限制 他不能这样想的话 那都是政府的错 所以我想就是我们的最基本的想法就是 就是所谓的AI的国家就是AI的这个掌握他应该是是任何人都可以去掌握的 然后如果中间有好比像说运算资源上面的一种 就是没有办法禁用等等的这种状态的话 那就像刚刚讲民生公共物联网一样 我们就是用特别预算买一大堆这个NVIDIA的限制卡 然后把它放在国网中心 然后弄到说任何人都可以透过学术网路去免费的去 或者以极少成本的去运用它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最基本的基础建设 我想还是有利要的 他才能够做到说任何人都可以觉得 AI就是好像没什么的事情 那这个好像没什么的事情 为什么把它叫做资讯素养 就是因为这根比较公民素养是说 法律并不是只有少数的律师或者是法会会 或者是立法委员才能够掌握的 而是任何人都有一些最基本的人权 法治国等等这种概念 那当你需要更懂一点点的时候 你随时可以去找更懂一点点的人去理解这样 那所以这个道理就跟任何其他的就是法律素养 面素素养等等是相同的 就是我们不会让社会上面只有一小撮人才能够去掌握AI 那同样道理如果你现在是在产业节工作的话 那我们在AI的这个职业训练的过程里面 同样也是说你可以把你的工作领域里面某些恨荣的 就是任何人来做都一样的事情把它当作题目一样开出来 然后我们让大家在学习AI的过程里面就是去针对这些恨荣的部分 去当作练习题 但如果真的做出一些解决方案的话 那它就是让整个社会都可以不要再做一些很荣的事情 然后大家就是的时间可以比较花在跟人的互动上面 然后以及每个人来做不一样的 就需要独特的生命经验的事情上面 所以这个我想被AI取代并不是AI去取代人类 而是说AI把任何工作里面就是荣的部分取代掉 像如果你是老师然后要打考卷上的分数的话 不用说未来啦现在你就可以拿手机这样扫一扫 然后就把所有这个学生这个四则运算啊 或什么就是基本写错的部分它都直接挑出来 那像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可以把你的时间free出来 然后让你更多的时间去实际跟学生去做互动 所以我想这个都不是强者救济弱者 这个就是大家看一看彼此工作里面有哪些任务的部分 然后试着帮忙把它自动化掉 有20位朋友们想要知道我对比特币的想法 更深入的问题是比特币运作是否有完整的 在未来是否能够是普遍流通的虚拟货币 这是三个问题啦 但是OK我想是一个一贯的问法 我想比特币它当然不是完整的 比特币大家现在大概都知道有两个最大的问题 一个是说它每一秒能够进行的交易的数量是非常不够的不足的 你如果把它跟信用卡网络或国际汇兑网络去相比的话 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它运作过程里面非常的耗电 然后而且随着越多人加入它会越耗电 然后以至于就是它很难在就是比较对电池有需求的一个行动装置上面完整的去运行 那像这个手表如果它真正跑这个比特币网络的话可能五分钟之后就没有电 那这样是大概不太行的 所以就是耗电跟这个transaction就是交易数量比较少的这两个问题 目前大概都有很多加密货币的朋友们在试着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我这边想要提出一个看法就是说 其实即使它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当货币使用的时候 底下的这个技术我们叫做分散式账本 就是distributed ledger 这个技术其实就已经很好用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账本的概念其实是它让你能够很便宜的去买到一些信任 就是在以前就是你要 比如说你的会计啊或者你的记账啊 你要让大家信任的话那你可能要去请KPM局或者是请一些会计事务所 去帮你做集合然后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是很花力气很花钱的 那而且尤其如果当它是跨境的时候那更是非常的花力气 那所以像我们有一些社会企业像杜杜克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说他会去看说你在群众募资的过程里面 你目标多少啊目了多少钱花到哪里去那这件事情呢 尤其当他在跨境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去追踪的尤其就个别的捐款人来讲是比较难去追踪的 但是呢他透过以太坊这样子一个分散式的账本他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追踪说 每个人捐了多少钱他到了哪里他又转到哪里手他又转到哪里手那这个就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说这个网站就算倒了任何人都可以从以太坊的那个分散式账本里面去重建出这样子一个流向 那第二个是说任何人如果想要篡改的话都会被发现然后这是很难篡改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台湾的各个角落有人是把他用来当做像有一家叫相同的去做那个猪肉的整个生产履历 从他生长到他这个哪就是各种疫苗到他吃了什么饲料到他的这个活动空间够不够 有没有符合欧盟的那个人道的那个标准啊 然后等等的一路到这个就是盘子里面那他全部都是运用区块链去当做他的分散式账本使用 那捐款的责性也是一样那很多调查都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 就是能够很透明的让你知道说每一步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大家的信任的程度以及参与的程度都会提高 那所以这个就叫accountability就是一个责性的一个架构 那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分散式账本的运用往往不一定是当做交易的媒介 像刚刚讲的那个杜杜克上面他既然还是新台币或当地的货币 但是他这个账本本身他是就已经蛮有价值的 那同样的刚刚讲的那个G0V的就是空物观测网 他后面的那个Airbox空气盒子的资料 目前也是放在IOTA这个分散式账本上 那同样道理也是没有人能够回缩去篡改他 那所以这样的话他的公信力是可以慢慢比较累积 所以这件事情我想在未来如果就是目前已经有一些paper了 就是他可以把这个计算的速度跟耗电这两个问题都解决的话 那当然他就比较可以成为有通的货币 那但是至少在目前分散式账本这个概念他已经是很好用 而且也已经有刚刚所这个分享的一些应用了 那有26位朋友们想要问说那除了虚拟货币之外 区块链还有什么发展性 刚才有讲的就是分散式账本它作为责性方面的一些利用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说 就是不管是IOTA或者Ethereum或者Bitcoin或所有这些东西 他目前都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叫做智能合约 就是Smart Contract 就是发生什么条件的时候就自动处罚什么事情 那这个其实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大概不是能讲到很深入 但是其实他就把它想成像群众募资他其实就是有一种智能合约的感觉 简单来讲就是如果我没有凑到这么多钱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 那所以他就可以解决一个叫做Coordination Problem 就是在以前是说我如果当第一个捐款的人的话 我好像是吸收了最多的风险 因为我可能到最后这件事情没有做成 然后钱我也不会回来 但是Coordination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先凑到说你确定说你有 好比想说这边是30万 那这件事情才发生 那如果没有收到30万的话 你不会因为你是第一个或第二个或第三个捐的 你就有任何风险 那如果他没有成的话就会全部退回给你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是 他是可以就是内签在当初给出这笔钱的这件事情上 那同样的其实如果你有很好的律师 很好的会计师 你也可以透过正规的合约来做这件事 只因为执行他的是人然后是法院是律师 所以成本比较高 那智能合约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执行是自动靠电脑去执行的 所以他成本就比较低 那就可以让你一次参与比较多的这种小型的专案 而不用每一个都去负担很高的这种成本 所以我想智能合约也要去的 这个底下已经这个聊都不可开交了 如果没有关系 我们就继续来处理 有26位朋友们说 大家都说硬体不值钱 台湾需要发展软体 大家似乎认为台湾的软体也发展不好 请问我的看法 我想是这样 就是台湾以前确实是有一个买硬体送软体的一个概念 所以台湾先学最高的一批软体工程师都在硬体搭厂服务 这个是事实 这个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那所以呢 大家写的东西可能还是应用没有错 可是呢大家就会觉得是说 那是买那个硬体 本来就应该要送的一些应用 那所以软体本身确实是没有被当做一个 能够被独立计价的东西来看待 它是用来提高硬体的quality 那但是呢 从我们这些软体工作者的角度来看 这个其实是比较 对创新比较不好的 因为我们如果要迎合硬体的创新的cycle的话 那就会变成是 它可能一年才release一次 或半年才release一次 但是其实软体它是如果特别是放在云端的话 它是可以每天每天都可以去推出新的功能 所以意思就是说 它会让软体的这个开发节奏变慢 那这个是当然 好处是说变得也许比较稳定啊 也许是翻写driver的 你也不需要每天去更新啊 但是它确实是把台湾的这个软体发展的能量 都往这种比较predictable 比较可测的这个部分去处理 那当然在最近十几年 当然这个状况稍微有点改变 那尤其到最近两三年 大家可能知道今年因为我们推出了一个 名字本来叫亚洲戏谷 但是所有去过戏主的谷的人都不是很喜欢 包括我在内的计划 后来我就把它改名叫亚洲连结戏谷 就是加了一个点 那这个概念就是说 如果就是有人说 就是它是嘉义金城武的话 如果是金城武的粉丝 我不是很高兴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就是变成嘉义连结金城武 那就是说去加深就是亚洲跟西谷中间的连结跟关系 但是不是说我们忽然之间要换一块地方 它变成西谷 怎么还做不到 那但是我们这边做的事情 就是刚刚刚讲的连结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会尽可能让大家看到说 台湾这边是很适合创新 而且很适合去做一些 就是没有人在做的 世界上可能也不会有这种沙坡 能够开到三年啊 或者是能够把这个陆海空都放在同一步 实验条例啊 等等的这么好的创新环境 那确实国际的大厂是很吃这一套 所以不管是微软说 现在要一两百人的AI 这个研究基地要放在台湾 或者是Google现在把他们最大的 就是亚太的研发的中心放在台湾 其实是他把HTC一堆人买了过去 但是他们还是要在上面再继续做recruitment 那或者是NVIDIA现在也在谈嘛 IBM也一百多人 然后Facebook 然后几个大的嘛 大概都有在台湾设软体的研发中心的计划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大家都发现到说 其实就像当时就是建立峰 就是Google的台湾总经理 他在跟HTC病的时候 我们有聊过这件事情 就是他觉得说 台湾这边的这种硬体的这种 说到做到的当则的 这个说几月几号release 就几月几号release的 这种文化 他不是一件坏事 他觉得他应该是说 透过像HTC这个部门的这样子一种文化 也让Google那种就是比较天马行空 但是实际落地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有些setback 像他们的那个磁冻加石计划就是这样 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文化上的一种转意 就是说我们这边一方面去学说 软体中有很灵活的变化的可能性 反过来讲软体这边的人 也能够学到这种比较硬体式的 说到做到这种思维 那他觉得这样子融合起来 才是一个比较能够结合不同的文化 然后去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这种创新方法 不然的话他们每一次 就是光是语言的转意 然后文化转意 就要花掉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说不要把台湾本来的硬体的文化 当作是一种问题 而是说现在就是有软体的文化 有甚至更往人的就是服务设计的这种文化 开始出现 那我们就是大家都要能够同时 踏在两种文化里面 然后去综合两个的优点 我想这样子才是比较是创新的模式 有25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南部学校的资源比北部少 可以用什么管道或者是方式 来弥补资源上面的差距 当然我可以很简单的回答 就是用网路取代马路 可是大家也知道说 网路不一定完全能够取代马路 网路能够取代马路的地方 基本上是出现在 就是像我们写程式 其实网路就真的可以取代马路 是因为它几乎所有的判断 几乎所有的artifact 就是中间产出的过程 它都是可以数位化的 但是有一些事情 网路就比较难取代马路 好比像说如果你是学协理学 或者是学一种资商 那这样子的话 你完全透过视讯去看到 你的个案的那种维系的表情 的这个部分 因为目前这个8K的即时视讯 还不是很普及 所以就会变成是 就没有那么清楚 那没有那么清楚的话 就要脑补 脑补虽然很普 但是大部分部分都是错的 所以就都是自己的投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它在数位化的过程里面 可能要四五年之后才能够看到初步的效果 那在此之前 当然我的具体建议就会是说 就是第一次的面对面的这个 如果有就是半国网友聚会的话 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 就是第一次面对面的那个就是 高强度的彼此的接触 那个可能还是免不了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就会尽可能的把更多的资源去放在 好比像说我们之前说要发展AVR相关的这个计划的时候 那个Center就会放在高雄 那或者是接下来的绿能啊 这些甚至自驾车相关的 那就会放在沙轮等等 就是我们会很有意识的去把 各个不同的自通讯领域的发展的不同的题目 去放在台湾的不同的地方 那至少就是大家实际去那边的时候的那个路程可以稍微缩短一点 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所有这些社会创新的相关的这个企业 在这个台湾 我们在今年5月办了第一次的年会 明年可能还会办更大的 大概院长当时只有 那院长只有跟我们一个要求就是不要放在台北 那因为为什么 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国际会议 真的都是以台北居多 那对于就是大家在政策制定的时候 或者在看这些来的人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一个不平衡的对台湾的一个不是很正确的理解 所以像我们这一次的社会企业高峰会就是办在台中 那这会大概都会以中南部为主 那所以我们可能一下还不能迁都了 但是我们就是透过刚刚讲的第一个 让这个视讯或者AVR的这种技术 把它不断变得更加的熟练 也更加的真实 那我们目前也常常在测一些 像我最近在弄HoloLens 就是希望接下来就可以变成开会的时候 或演讲的时候 我可以同时到两个大学 意思就是我如果戴上眼镜的话 这边空的座位都冒出另外一个校区的人 这之类 就是说这就是我想是在三四年之内 应该就会变成可行的这样一种技术 所以这部分我们继续努力 但是二方面就是这种实体的大型的聚会 我们尽可能把它比较均衡的 这个办在台湾的这个地方 有二四位朋友们想知道说 从创新创业角度来看 有没有过一些印象深刻的失败经验 是不是可以分享几个故事 来提供创新创业的留意或者是警惕 非常好的这个问题 对其实我想创业失败比创业成功更值得分享 因为创业成功很多时候是运气好 那所以你分享你的运气好 其实就是听的人晒晒子也不会晒到比较多 我的意思是说运气好的分享 那就是大家就拍拍手吧 但是如果是失败的经验的话 往往可以变成是说 就像刚刚说是 等于帮大家预付学费的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我会尽可能就是有些post mortem 就是说有哪些部分没有做好 或是有哪些部分可以做得更好等等 那我这边分享一个例子 它不是 它严格来讲不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但是它是一个可以做得更好的一个例子 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跟工部门合作创业 它是这样子一个例子 那个时候是2015年的时候 2015年好像是六七月吧 在当时在台湾就跟在全世界各地一样 这个弥漫着一种就是流行性的一种想法 那其实我们叫做心灵的流感 就是所谓的mean 大家可能知道 在网路上有一些你看了就忍不住会去分享的东西 叫做mean 那这种东西在台湾当时最流行的就是叫做 sharing economy 或叫做共享经济 那它最主要的一个载体 就是一个叫Libre的公司 那乌尔这家公司在当时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它本来都是用跑机场的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租赁车 也有职业驾照 然后开的也都是职业的司机 然后职业的车 那所以都没有什么问题 它就是一个租赁车的排车软体 可是它在那一年呢 忽然之间改了它的方案 变成是说你不需要有专业的驾照 然后你也不需要有专业的车 然后呢你就可以忽然间变成进程车 然后Uber就可以派你去接人等等 那像这样子的概念 UberX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在当时这个sharing economy 这个弥漫全球的这样一个virus of the mind 它里面的配落大概就是说 因为城市去派车 比法律去派车要来得有效率 那我们应该要追求效率 所以说你就不用管法律了 你就是追求效率就可以了 那所以就是所谓演算法 营获作用法的这样子一种概念 那这个在全世界都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其实一个命就是这样子一种传播式的 像是流感一样的东西 可能你就是被感染了 因为朋友跟你说这样很棒 然后就去开一阵子车 然后呢开一阵子车过程 你就会再传染给你的乘客 那就是透过司机传给乘客 传给司机传给乘客 那然后你开了两个月之后 发现说真的好像没有比较转 所以你就好了 就好像感冒好了 可以中间已经传染了超过一个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只要这个传染的 就学那个公共卫生的可能知道 就是说念个ratio 它只要比那个ratio高 好像这个疫情就很难控制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当然它造成很多社会上的冲突 像司机当时去包围交通不喊等等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当时我们的创业的一个想法是说 我们想要透过让大家都能够理解到 彼此的不同的立场 然后呢就是理解到不同立场之后 找到一些共同的价值 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叫做deliberation 就是互相倾听的这样一种方式 来当做解药 那因为就是大家有互相倾听之后 知道整个事情的整个状况 就比较不会好像 只卡在自己的这个位置里面 然后觉得事情一定是怎么样 它比较不会被分化 那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创业的模型 非常快跟大家讲 这个叫做focus conversation method 就是焦点讨论法 就是对于任何事情 我们先把事实收集起来 然后呢再去问说 对于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事实 那大家的感受是什么 可能你觉得很高兴 我觉得很不高兴 这都没有文心 那但是在所有大家感受都充分表达之后 大家感受会慢慢凝聚到一些共同的感受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brainstorm 再来去发想 然后说大家有什么idea 那最好的idea 就是可以照顾最多人的感受的idea 那ORMR就是事实的部分 感受的部分 想法的部分 那最后就是决定的部分 决定的部分 就是把大家可以接受的想法 去翻译成法律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可以在就事论识的讨论 而不是说好像只有政府 然后跟这个私部门 跟少数的一些学者专家 在里面用一套很这个学术的方法 在外面都不知道里面在讨论什么 所以外面也用另外一套街上的方法讨论 所以就搞得说 同样的字 这个对里面外面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那在这种情况下 idea就会变成ideology 就是变意识形态 那如果中了意识形态的话 除了会在论坛上一直吵架之外 这个也会发现说 就是你没有办法再看到新的事实 跟别人的感受 所以呢这个概念就是 我们一开始就是去问大家 有没有什么跟Google X相关的一些事实 那这边呢就是 创业的时候用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感受的视觉化 这是一个自由软件叫做Police 是我们在西雅图的一些朋友开发的 那我们那时候第一次 把它放在台湾的公共政策上面使用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 任何人进来之后 你都可以回答一些yes or no的一些问题 好像这个 是说我觉得乘客的保险是必须要保的 这样 那如果你同意或者你不同意 你就会在这个就是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就是这个二维的图上里面 把所有人的想法去用就是 K-means cluster 集中到不同的群组 那就可以看到说 你跟哪一个群组靠的比较近 你的Facebook或Twitter朋友 大概对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那像这样的过程里面 其实呢很快的大家就会开始往中间集中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reply 你对每一个人的看法 或你自己提出来的看法 你都只能按同意或者不同意 但是你不能按reply 那如果能够按回复的话 其实大家就会想要去摧毁彼此的可信度 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按回复的关系 你等于只能按赞跟不赞 所以这样的过程里面 大家就会慢慢的去集中到 共同的这种概念来 那所以呢 这一次这个创业吧 就是叫做V台湾 它是G0V的另外一个计划 就临时政府另外一个计划 有一个成功的部分 跟大概三个失败的部分 一个成功的部分是说 确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讨论 我们同时把这个网址 给台湾大车队 给建策同学工会 给Uber 给所有的司机乘客等等 确实大家就比较不会花时间 在这边就是比较冲突的 就是比较会吵起来的看法 大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 比较有consensus 就是说大家比较有共识的看法 所以这个就跟一般在 网络论坛上面的状况 刚好相反 所以我们最后真的收集出来了 很多个就是真的 大家都同意的共同的感受 那所以我们当时就是 真的拿这个共同感受 一个一个去跟Stateholder 去做确认 然后并且也确实在 确认完之后 就变成我们新的 就是多元化行程车方案 那所以目前Uber 当然是合法的 然后你在用Uber 是可以叫车 叫到计程车的 那他用的也都是就是有保险的 这个职业的驾照 跟职业的司机等等 那反过来讲 很多计程车 他自己也推出自己的up 或者是说 他也可以不用汽成黄色 他也可以透过线上轿车 也可以有不同的 差异化的定价等等 所以看起来是多盈的一个方案 那但是事实上 有三个事情 我们事后有检讨 一个是说 它的代表性 我们一开始在讲的都是说 我们这边不需要追求代表性 因为这不是投票 这不是投票的意思 就是说 不管多少人来 它每一个群组有多少人 它的面积不会因此而变大 它的面积只是 它的多元的看法而已 可是呢 这个的前提是 大家真的有进来 那我们当时在做征询的时候 Uber只有在桃园跟台北 跟一点点新北去开 所以说我们透过这个城市的 计程车司机跟轿车的 就是合作社 然后还有Uber本身的网络 大概就是碰到 Uber当时有营业的区域 那可是呢 这个呢 等到我们把它翻译成法案的时候 又半年过去了 Uber那时候就已经在不同的城市 什么高雄啊 台中啊等等 都又开始营业 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地的计程车司机 就会感到特别的不舒服 就是说 你们当时说有共识 可那个并不是 并不是全台湾的共识 那个根本就是 天王国务公司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说 我们前面虽然放得很完整 但是这个完整反而变成后面觉得说 那当年这个 为什么没有问其他人的 这样子一个挑战 所以这个是 其实不是很沉默的地方 后来花了很多时间 再重新去 就是协调中南部的想法 这是一件事 就是它的地理上面的 就是没有照顾到多元性 那第二个事情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当它就是维持了一整个月的这个时间之后 我们就是在整合成这样子一些共识的过程里面 我们没有把它扩增它的范围 在这个中间有很多人的想法都是说 Uber只是个案而已 我们应该要对所有的平台经济 不管它是不是共享经济 都要再去做一个框架式的这样子一种调试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不会觉得Uber是个个案 Airbnb是个个案 但是事实上不管是停车啊 这个什么大家互相接相机啊 P2P Lending啊 随便各种各样的东西 其实都有类似的价格 我们不应该每一个个别来这样子做一次 而是应该要去做一个同案的一个讨论 那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 虽然我们一直看到Police上面有这样子的声音 但是我们当时是觉得说 我们好不容易已经把交通部 经济部跟财政部约过来了 我们不要再扩大战线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虽然那是一个共识没有错 但是我们没有去处理它 但因为我们没有去处理它 所以后来我们又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处理 更多的新的所谓共享经济的案子 一直到我们去年终于颁布了 平台经济法规条式原则 那那个是有解决 可是你看时间已经过了两年 等于是说我们一开始 如果有注意到大家 这种要扩大讨论范围的话 我们可以省两年的 就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 所以这是第二个 就是它的scope 当时要扩增的时候 我们应该让它扩增的 那第三个就是说 当年在处理这个时候 根本就是开外挂 就是说在这里面的过程 并没有进一步的transfer给公务人员 所以说其实这个全部都做完了 其实你现在要交通部 或者要经济部去做 他们现在有能力操作这一套 是因为后来我们专门建立了 一个小开放政府联络人的方式 去教他们用这一套 但在2015年那个时候 完全是外挂 就是我们跑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各部会的人都没有参与 所以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的这个能力就没有累积进去 那这个呢 后来也造成了一些磨合上面一些困难 那所以我想就是说 当时当然这个pilot 算是还就是蛮有趣的 就是大家觉得说 真的是有年聚到共识 但是就是它在地理位置上 它在处理的议题的范围上 以及它在跟公务人员的能力的结合上面 其实都并不成功 那每一个这个都是我们叫做 technical debt 就是说当时因为觉得要快做出一些成绩 所以就抄了一些进入 那抄了一些进入 就等于刷了一些卡债 所以就是要还的 所以就是 就是最近一两年都是在还这个卡债 就是慢慢的把这个让 就是公务人员体系也有能力来操作这样子一套做法 有30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请问你认为现在的毕业生应该具备哪些资讯能力 才不会被社会所淘汰 我想最最基本的一个能力 就是去跨越自己的领域 就是踏出自己的comfort zone 然后去自发的学习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这个看起来非常的抽象 但是事实上如果学校能够教好一件事 就是教这件事情就好了 因为就像院长一开始讲的 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运用的技术 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都是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的 那不只我们没有想过 我们的教授也没有想过 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想过 他就是出现了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要觉得说 我就是某一个领域的 我就是某一个系的 或者我就是某一个学门的 而是说当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能够去跟所有绕着他的 好像说这个天上突然间出现了一颗这个新的星星 然后你就要跟他旁边的不同的星星 不管他本来属于哪一个星座 都要能够往那个方向去进行连接 等于绕着他出现一个新的星座 那这个情况其实在接下来是越来越快 然后也越来越会打破我们本来在系跟系之间的这种边界 那所以我想最主要就是这种看到新的社会情况 然后愿意去了解 先放下自己的一些训练或本位去了解 然后愿意跟自己差很多的 就是领域完全不相同的朋友 一起去就是组队打拐的这样一种能力 所以除了自发当然还有互动 就是能够跟自己很不像的人互动 在互动过程里不要把对方当作工具 而是把对方也看作有他的价值 然后大家一起达到某些共同的价值 就是所谓的共好 那刚才讲的这些很抽象的 都是所谓的什么自发互动啊共好啊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明年开始的 新的国民教育的课纲的基本的精神 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 与其是教大家一些技能 这些技能12年国教嘛 12年之后一定全部都已经消失了 不如说我们就教大家一些素养 那这些素养的前提就是说 不是老师说了算 不是老师有什么权威或标准答案 而是比较像我现在这样子 就是大家想要听什么 那我也不一定都懂 那我们就是按照实际的经验来分享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一起去养成一些平坦思考的一些能力 那大家都有这个能力之后 那就可以自发的去足队打怪 去了解不同的学们 然后去一起解决问题 所以就是说你越接近社会 你越扣合这个社会 目前实际的需求 就越不会被社会淘汰 这是非常基本的事情 但是要怎么样子去接近社会 去理解别人 去掌握这个需求 那这个东西是可以练习的 那这个就是一种素养 那有23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近年政府努力推智慧农业 各项外部门都有计划支持 但对于公务门及时环境资料的公开与利用 近期是否有实际推动计划 如何避免新创公司 有与民争利的疑问 其实刚刚讲的那个民生公共物联网里面 有一大块就是在讲环境资料的公开跟利用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发在国网平台上面 然后是提供就是全部都是开放资料之外 你甚至不需要下载这些开放资料 你可以上载你的城市跟演算法 去及时的去做分析 那这样子就比较是所谓的public 就是说这是为了公共的礼仪 是大家都用相同的资料去进行计算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实际的推动计划 那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用民生公共物联网当作关键字 大概就可以找到 那在此之前 我们也已经有一个prototype 就是叫做 总统杯社会创新黑客松 那总统杯社会创新黑客松是一个 其实严格来讲 这是有点挑战我们对黑客松三分之的定义 如果大家有参加过黑客松的话 可能知道说它通常是一两天的活动 那而且可能重点是最后做简报的 那三个小时 但是anyway总之 就是它是一个短时间的冲刺的活动 但是总统杯社会创新黑客松呢 完全反其道而行 它是三个月的活动 那所以其实 它到底能不能叫黑客松 其实是比较 反正总统杯嘛 爱叫什么叫什么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三个月的过程里面 它其实是要问大家说 当时这个总统关心的这些 它的platform 它竞选的时候说要解决这些问题 那里面就包含这个全民防灾 灾害管理 供给品质这些东西 环境跟能源 这些水资源 智慧国土这些部分 那这些部分 大家如果觉得公务体系 目前有哪些地方没有做好 它还可以做得更好的话 那就可以来提案 那这个提案呢 我们看到大概是三个状态 一个状态是说 有一些工部门 他们手上有很多资料 好比像说台湾自然水公司 它有非常多资料 可是它不知道怎么样 好好运用这些资料 所以它就是征求对机器学习 对AI 对资料科学 有兴趣的朋友 一起来 来把它整理得更好 这一种 那另外一种是说 有些朋友 好比像说像天下杂志 他们很想要知道说 之前治水的成效是什么 那他们也有很多水利 相关的专家愿意帮忙他们 可是他们没有资料 他们不知道 到综合流域治理的时候 到底几块钱花在哪里 所以他们就很难去把它 跟台风路径 人口等等 去做有意义的比对 虽然不是有能力 但是是要资料 这是另外一种 那另外第三种是说 它有能力 它也有资料 可是目前呢 这个法规不允许 好比像说有一区 是做那个离岛支援的 就是说大家可能还记得 之前有 在离岛有用直升机 在晚上的时候 把需要看医生的病人 送到这个本岛大医院 然后后来飞机摔下来的那件事情 那因为那件事情 他们就开始检讨说 第一个不一定 什么都需要往后送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 后送的过程里面 其实当地的卫生所 然后做后送的这个判断 然后以及 它实际要去的那家医院 这三个中间的资料 并没有整合在一起 而且呢 大家因为之前对各自法的 比较奇怪的一些解读 所以也没有办法 把这三个资料整合在一起 然后造成说 病人对当地的院所 他的信任程度就不是很足 因为院所好像没有办法给他 相当于大医院 那么多的相关的判断跟资料 但事实上 如果你有好的两三方会整的话 其实他是可以 不需要后送 或者他即时后送 是在一个比较有信心的情况下去后送 那所以这是第三个 就是他有能力也有资料 但是被法规所限制住 那所以不管他是 就是演算法或人才上的限制 资料上的限制 或法规上的限制 简单来讲就是说 大家提案完之后 那我们就选了20对 那这20对呢 就通通都 这个有总统府当他们的 这个PM 所以就不应该有任何 调不到资料 或者找不到人 或者是法规限制的问题 然后那在这个中间 就是到第一个月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也会做一个媒合 然后所以就让大家实际觉得说 我还缺哪些人的部分 我们就从这个所有其他队伍里面去征人 然后也跟民间去征人 然后任何人都可以来一起去组队 然后到最后就一起做出一些很不错的方案来 那这个这场活动 它有另外一个扎非批评 就是说它完全没有一块钱可以领 就算是你是最后五对 就是所谓的卓越的团队 确实是有个设计的非常漂亮的一个 能够投影的一个奖杯 但是还是没有钱的 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 完全是为了正向的社会影响力而做的 这样一个活动 那但是呢这个奖励 真正的奖励是什么呢 就是说最后这五名团队 那总统府就同意说 他会用任何他的政治意志跟资源 去让这五对在接下来的年度里面 就实际变成公务体系的一部分 所以这有点像是刚刚的那个金融沙河 或者无人载居沙河的概念 就是如果这个idea好的话 那它到最后fork之后 它是可以merge回我们的公务流程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就会问说 那这样子的话 中间的人如果他去开公司 或是说如果他去做别的事情的话 那他要怎么样站在这个开发的肩膀上面去做 然后怎么样确保说 他不会所谓的与民争利 那我们目前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在民间公务物联网 或其他的我们有类似补助案 有类似grant的情况 我们都会要求说 他在就是这种我们评分方式也是一样的 他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 他也具备高度的可负质质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买就是开放原始码 那公务门一开始给你一笔钱 做出来这个版本就是开放出来 那你如果不是开放原始码 你至少就是开放你的API加Documentation 它可以变成下一个创新的人的基础 那这样子你对只要是对于再下一手的创新都有好处的 它就比较没有与民争利的问题 那如果公务门自己做一个创新 可是又不允许民间来重复利用的话 这样子才会有移民争利的问题 所以我想就是说 一般公务门的承办人往往都卡在说 我如果不是移民争利就是土地厂商 好像就是那个中间那个拔河 你不管我哪边走一步都会掉下去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 你可以就是避开这个陷阱 你只要说我在做的事情都是抛砖引玉就可以了 就是说你用公务门用纳税人的钱做的每一步 它都是开放出来的 不管是用CC授权或者是OpenAPI或者是OpenSource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任何民间的人想要拿这个已经做好到某个程度 继续去创作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说公务门做出来这个问题 对他是一个有帮助的 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站在这个肩膀上 而不是好像他拥有纳税人的钱做了不少事情 确实也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可是如果你想要对他做一些改良的话 你竟然还要从头做起 这样子就会新创权就会比较不舒服 所以我们在民生国务员网的 接下来的一些征建等等这些方式 大概都会透过这种高可复制性 抛砖引玉式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愚民真理的问题 有27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在面对世界各国抢人才大战 台湾优秀人才逐渐出走外流 使得恶性情况下支援 甚至薪资逐渐低迷 缺乏竞争力 请问年轻一代的我们 除了离家打拼之外 是不是还有这个其他选择 有位朋友说资料库要炸了 还在庭年讲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是哪一个资料库要炸了 但如果有人要马上要去处理资料库的话 这个可以先离场标准我 OK OK 那 我想人才外流并不是 并不是一个 因为我自己就是外流的人才之一 我不觉得人才外流是什么问题 我觉得人才没有对流才是问题 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经济 那就像刚刚说的就是说 有一些创新很适合在台湾做 你在台湾之外的地方也没有那么容易做 那我刚刚举了几个例子都是这样 但是确实也有一些创新也许不那么适合在台湾做 也许台湾适合的是在创新就是innovation 后面的那个叫replication就是把它的应用范围再加广等等的这种 就是它productionize 就是把它产业化 也许台湾适合做这一段 有些创新是这样子 那有些情况是甚至是你要在外面先production了 然后在台湾这边去做就是它的供应链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就是说看你专注的那个题目不同 因为现在真的迁徙是完全自由的 所以很有可能你做这个题目 你在不同的创新阶段 只有一些部分台湾是适合你的 某些别的部分比较适合在别的地方做 事实上是实际上没有做 那台湾当然有一个优势 就是说台湾各种vertical都有 不像亚洲的很多国家 像新加坡也许做金融创新很棒 但是你的金融上下如果需要别的东西 对不起你要去别的国家 那台湾每个vertical不一定都是最强的 但是都有 所以当你要做这种综合性的创新 像AI这种cross cutting的题目的时候 台湾真的蛮适合的 那但是我们在这些题目的时候 也看到说真的很多 像不管大家可能之前比较知道 是杜一锦老师嘛 他就是PTT的创办人 然后后来去美国国卫院 然后去微软 然后做Cortana 然后他就忽然发现说 台湾这个状况有点改变 所以他就忽然发现说 台湾是适合创业的地方 那他就回来做AI Labs 但是他不是一个人回来 他是带一团人回来 就是他在Cortana的时候的同事 或他在美国认识的一些高手等等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就可以X人才刚退出来的 不管是创业家签证 或者是所谓的四合一就业金卡 四合一就业金卡是我们从新加坡 抄的一个制度 就是说如果你是某些领域方面的一些 杰出的人才的话 那你来台湾 你既不需要把一个公司 你也不需要投资一大笔钱 事实上你什么都不需要 那就可以享有三年左右的 就是工作 居留 各种福利 而且还有一些税付上的一些优惠 那跟我们跟新加坡不一样 是说你三年到的时候 我们这边还可以renew 所以你就可以继续renew 那你renew到第五年的时候 你就可以决定说 那我就要变成就是台湾人取得这边的国籍 那而且还不用放弃本来的国籍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在推一种 就是also taiwanese 就是你本来可以是加拿大人 本来是可以什么样的人 但是因为你的创新到某一个程度 在台湾这边真的就可以御用 所以你待了一阵子之后 就也变成了台湾人 所以我们是很希望各位就是外流之后 就好像就是回流嘛 就是对流这样一种感觉 但是带一团人回来 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说 你在创新的不同阶段里面 那在台湾有某些是可以做得比较好的 那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两个方向都有 就是我们这边的优秀人才 本来就是不一定要在台湾去发展它的 那一个创新阶段 反过头来 任何其他地方的优秀人才 大概也都可以在台湾找到说 这个创新阶段很适合在这边用 所以像刚刚的那个总统北黑客松 其实 总统北黑客松其实是像我们有一个团队叫做抢救水宝宝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台湾自来水公司 然后有资料 那他征求民间的人工智慧的高手 把他去分析他的就是SCAVA 就是他的水压计啊水流速啊等等 然后去找到那个漏水的地方 那这样他们就不用雇用这个专业的听漏水的老师 但是他们必须要这些师傅好像一两年才能够把全台湾的水管都听完 那这个情况下他可以把这些师傅的这个domain knowledge 变成AI 那在这个AI里面他就会及时的去判断漏水的情况 所以他们真的做出一些成绩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介绍他们去纽西兰再花三个月的时间 用他们那边的资料解决他们当地 也最近因为气候变前才出现的泉水的问题 那等他们在那边有一个生态型之后 三个月之后又可以再把人再带回台湾来 来解决我们这边更多的水资源的问题 或甚至是到整个东南亚或整个亚洲所有类似问题的国家 大概都可以去御用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接下来创新的范围里面 大概不会有整个团队都是台湾人 都在台湾创作做到台湾的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可能会比较少见 那比较多见就是刚刚讲的这种大幅度的对流跟跨国的合作 有24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对于今年5G技术冲击市场 在淘汰潮前中后期影响的产业有哪些 有可能有什么程度的影响 对因为今年5G技术确实是 就是大家如果有办就是499的话 就差不多499就是绑约绑完的那个时候 就是冲击会开始出现的时候 因为电信公司都是算说我到那个时候就要差不多switch到5G了 那所以我想5G对我自己来讲就是最大的差别刚刚有讲 就是它的那个low latency 就是我们可以不管在台湾的任何地方 都可以去做到即时的这种互动 那反而不是频宽 因为频宽就还好 如果你只是下载这个电影或是看YouTube或怎么样的话 其实5G跟我们目前习惯的就是光线加WiFi 其实大概不会有什么差别 但是最大的差别就是说你可能在高速移动 甚至在高点上 或在车上或在任何其他地方 你还是可以保持低的latency 然后还可以即时的去互动 那这个就可以才能够做到像我刚刚讲说 就是带着一个hololens 然后就可以看到两三所学校的学生总叠起来 然后大家一起听演讲的这种感受 因为Brand的话我讲一个笑话 然后就对面5秒钟之后才笑 那会变成三波 这样就这个效果就不是很好 所以我想lowlatency是5G最大的一个应用 它可以让大家在各个不同的实体场域里面 大家透过这种即时互联的方式 让人产生出一种 大家在同一个训练场域里面的错觉 那这件事情我想对不起的感觉 那所以这个东西我想就是影响最大的 就是现在现场跟在家里还有差别的一些事情 那未来在现场跟在远端的这个差别会被打破 那但是这个东西是非常影响深远的 所以我现在也不能说是哪些产业 因为很可能就会有新的产业 然后旧的产业就消失了 所以这件事情是大家可以多花时间想一想的 就是目前还是privilege 现场互动的这个部分 那在5G出现之后 它很可能就会被扩增的混合的实境 所慢慢的取代 那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影响 有二三位朋友们知道说 政府一直鼓励青年国际化往外走 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但是台湾在世界国际的地位与立场 却一直顾步自动之外有关 大陆的相关议题都会带有敌意的混合 它为何不能可保持开放的态度 与世界并行呢 我是没有什么敌意啦 我一向都没有什么敌意 我用这种VR做教学 其实是在我加入行政院之后 我有一个班是在同时在杭州美术学院 跟好像高雄艺术大学吧 反正就是同时在高雄跟杭州开 那我们那时候在测的就是 因为当时HoloLens还没出 就是带vive 然后就然后两边的教师 都把自己的教师建模 然后我们就在虚拟实境里面 去把两边的教师缝合起来 然后就可以让两边的教师看到彼此 然后还试了很多360 camera之类的 那所以那在当时就是 我自己的主机是放在Google 在彰化的 彰滨机房 那所以严格来讲 应该是说杭州的人 带着VR 然后连到我的主机去看 3D扫描过后的我的人像 然后在那边去跟他们交述 我人是在台北 我没有离开台北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这就很难讲说 到底算不算这个 或者你叫附入教学 应该不算 然后我也没有收钱 对 那所以这个就比较没有受到 这个最近就是 关老师的这件事情的影响 那所以 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在当时 有特别问我们这边的行政院 包含这个 就是我们的副秘书长等等 说这到底行不行 那他后来想一想是说可以 所以院这边是批准 那所以等于我去就是 开始教学 但是我是政委的身份 那但是对面呢 也当然问了他们的政委 然后可能一直问到这个 他们的那个中央党部 那他们也说可以 他们说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 那所以就就 非常有趣啊 就是变成说我是政委委员 那但是我又在VR里面 透过虚拟教学的方式 同时把高雄跟杭州缝在一起 然后教他们怎么样在实际里面 去进行就是民主的讨论 所以是一个输出民主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 所以第一个是说我想真的很开放的 就是任何人他连到我的线上课程 或者是连到我这边分享的东西 我们所有这些开放圆码 或creative comments的授权 它本来都没有国界的限制 任何地区的人都很欢迎使用 这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像我刚刚讲的就是 我们专注的是在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联合国SDG里面 这边联合国SDG里面 就是同时能够促进 经济跟社会跟环境的目标 这种伙伴关系叫做SDG17 我在做的事情 大概都可以放在SDG17里面去思考 像刚刚那种跨界的讨论是17.17 那或者是一些开放资料 或者是一些就是政府跟人民直接沟通一些 平台像中文平台等等 大概都是SDG17里面的事情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它是完全是开放的 任何人他愿意来加入 像我们最近在纽约那边才办了一个训练 就是上个礼拜一二的事情 那里面也有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东西很好用 那它可以在各个不同的社会环境底下使用 甚至我们一些友邦的朋友们 那他们发现说 这一套它不需要连到Google的机房 不需要连到Facebook的机房 它可以在自己的区域网路里面就可以用 那我们也知道有些友邦他是 就是对网机网路的连线是 就是速度比较慢的 那所以他就发现说 这一套是蛮好用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在防火长城里面 像我在杭州的那些同学的话 他们也很容易的能够把我们这一套 叫做SenseStone的系统 放在他们的就是金顿工程里面去使用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这一套的好处就是说 它是Self-Content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实际去利用这些共笔 这些互动的系统 有一定的资安的保障 然后又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网络环境里面使用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并没有特别去调说 它是在哪一个地区使用 所以我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敌意的 那所以我想这个想法其实是 最近就是我一直可能大家有看到说 暖实力外交的这个想法 就是说任何地方的人民 或任何地方社会 它需要这种能够促进互信 然后促进自由 然后用一种比较民主的方式沟通 我想不管是在任何政权底下 都会有这样子的朋友 那我们就是尽可能去帮助这样子的朋友 而不去问说它是哪一个国籍人 那这是我自己的立场 有24位朋友们说 而今社群平台所使用的演算法 使得社群的同温层越来越厚 通常使得议题对话 融为普通的比战 想请问是否有其他促进对话的可能性 我们目前的一个观察就是说 不管是大家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slido的平台 或者是说我们在行政院有另外一个叫做 Jong的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上面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有非常多的有趣的提案 像这边有位朋友希望气象局立刻公开超频低频地� 地磁地点 电离层等等的讯号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左边是支持它的 右边是其他的想法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为什么没有办法比战呢 因为不管是这个中营平台 刚刚大家看到的police平台 大家现在正在用的slido平台 这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没有办法回复 它没有reply的这个button 所以这个情况下你看到对面有一个受不了的论点 你唯一的做法就是你在它的反面提一个更好的论点 你没有什么别的行动方式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去看到最多人赞成的两侧的论点 然后把它整合成一个具体的一个回应 那所以像交通部这一次的回应我觉得就非常好 就是说他把大家的意见都收到了 然后呢召开了学者专家会议 而且呢这个学者看了大家的提案之后都说 气象局应该要提前开放原始资料来让大家取用 唯一防止使用者误用该资料 建议应加注详细说明跟使用规范 例如像这个不太能够用来预测定证 那但是这个就好了 所以他事实上最后真的把资料开放出来了 然后也能够让民间的就是不管要做什么用途的人去使用 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他的这个运用方式 可能是气象局觉得有一点困难的 但是因为在底下的这个很具体的很多支持的论点的关系 所以到最后就说服气象局说 那我们就只要加注警语说这个东西现在真的没有办法拿来预测定证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他还是应该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毕竟是大家纳税群做出来的系统 他的资料没有道理不公开 所以就可以在大家的立场不同的情况下 还是有些共同的价值 像是纳税群服务系统 资料大家一定要能够取用等等的这种状况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不会变成是说 好像大家是摧毁掉彼此的可信度 而是说大家在同意彼此立场不同的前提下 真的立场不同 但是还是试着去赢得对方的尊重 或者对方的按赞 那到多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他真的就对决策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去尽可能去打造这种新的对话空间 就可以去让大家越来越凝聚 而不是越来越发散 有22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这个区块类技术的发展在未来 能否促进市场阶级的分散 而不是资源的集中来形成集团的垄断 我并没有那么乐观 就是说区块类技术 它就像刚刚讲的 它最底层就是一个分散式章本 它解决我们在资讯科学上叫做 败战品融错的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谁在都不确定能够收到谁的讯息 而且你也不知道那个讯息有没有被改过 的前提下 你还能够去达到某一种共识的形成 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就不用所有人都相信中央银行 或不用所有人都相信中选会 但是你还是可以做出一个有意义的货币系统 或者是一个投票系统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件好事 但是反过来讲 就是说你还是要相信这个区块链的系统 就是说它只是把你对中介单位 或者是你把那个对中选会 或中央银行的那个信任转到你对这一批开发城市的人的信任上 那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这批开发城市的人 他的治理能力以及他的治理系统的承受程度 真的有比中选会或者中央银行好吗 这个就是每一个区块链自己要去回答的问题 那当然比特币是一个特例 因为他的发明人就是中本聪就消失了 所以他是一个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中央银行权 他就是把大家等于是丢到水里学游泳的这样一个方法 所以那当然到最后就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治理体制 但是还不是很成熟了 那但是这是比特币的状况 但在别的情况下 像以太坊的那个比特币布特林来的时候 我当时他才就是才刚完成一个fork 就是他把他自己的以太坊 因为中间这个有城市出了一点错误 所以他就回退了那一个错误 然后把大家都带到一个新的方向 那但是这个回退的这个情况几乎是独裁的 因为他虽然说他有做一个议院的投票 但是这个投票就是有各种问题 基本上就是跟我刚刚讲到 第一次在台北使用的时候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说他时间又比较短 又没有碰到足够多的人 后面他除了yes no之外 他没有办法扩大这个治理的议题范围 所以到最后几乎还是比特币说了算 那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专案就有一个 我们叫Bus Factor 就是公车系数 他公车系数只有1 就是如果明天比特币走在车上被公车撞了 那那这一开放就就很难再能够凝聚他的共识 那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 那他的治理技术可能是12世纪的时候的治理技术 那别的别的大的公共的区块链 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 就是他治理技术有些在14世纪和在15世纪 所以我的意思说除非区块链的这个开发团队 他的治理技术本身也能够跟上我们21世纪的目前 我们现在在开发的这些治理技术 不然大家并没有很好的理由去相信说 从长城的角度来看 这些链他能够去达到更好的治理的模型 那我自己知道是有一些区块链 他们已经开始试着用这种比较共识觉 比较我们叫做多方厉害关系人的协作式治理 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决定 那但是我想这个还需要大混战一阵子 我们在当时我自己1993、94年 接触网记网路的时候 当时有非常非常多组织资讯的方式 正在大混战 就是有Gopher 有什么RT 当然还有古老的VBS 然后有各种FTP的变形 然后有什么之类的 那在最后赢得最终胜利的叫做YWEB 就是HTTP、URL 现在大家都在用的叫做全球资讯网 那很大一个原因并不是因为说 它在技术上比较好 事实上在当时Gopher 很多方面技术上都比较好 而是因为它的制品模型容许 就比较现代 就比较像21世纪的治理模型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爱问 就是我们到现在还在使用 而我刚刚讲的那一大堆系统 大概大家都已经忘记了 所以我想就是说 我们接下来在区块链的创新里面 我们也会看到类似的 就是各种协定百家争命的状况 但是最后我想还是智力模型 最成熟的那一个 才会变成新的时代的一种标准 那那一件事情如果发生的话 也许它可以达到 就是防止垄断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创新的这件事情 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很 很确定的就是说 哪一个Blockchain系统 看起来比较像当年的完稳的这个情况 但这个并不是一个discouragement 这并不是说要大家不要投入区块链研发 而是说你在投入研发的时候 除了技术上面的看法之外 也要多看一看他们的智力模型 那甚至是对智力模型本身去做一些创新 有30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对行动支付如何在台湾普及使用的看法 我想就是说行动支付就跟任何技术一样 我刚刚一直在强调社会创新的意思 就是说一个新的创新 它应该是要能够解决社会问题 然后能够达到社会的需求 不是说我们因为KPI这个要创新 所以要创新 那后面那个我想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确实因为就是北京方面 一直把行动支付当过他们这个很主要的KPI 尤其是现在一带一路就是讲起来 开始就是不一定那么多很正面了 那行动支付至少是很正面的 所以他们就是会一直讲这个 但是市场如果要比行动支付绿的话 其实非洲很多国家是比所有的亚洲国家 包含这个北京方面都还要高的 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伪超猖獗 然后而且信用卡系统这个失灵 所以说他们就一下就叫做行动支付 就是用简讯过条吗 为什么因为前几代的技术都是烂掉的 所以他们只好一下子就用最新的技术 那但是在台湾所以我们在我在院里的时候 我在行政院开会的时候 有时候有会开玩笑说 我们如果只是要充行动支付率 而不是电子支付 就是像悠游卡 反正不是现金的都是电子支付 台湾电子支付率其实蛮高的 那或者是在前一代当然就是提款机嘛 提个现金出来 我们如果要充行动支付率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 我们就宣布今年接下来一整年不抓伪潮 然后说便利商店都不可以设提款机 然后这样子差不多行动支付就会开始上升了 可是就是说这样有什么意义 这样是完全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如果这个社会不觉得它真的比较方便 好比像说如果Apple Pay或Sansom Pay 你要等6秒钟 但是如果是用悠游卡或一卡通 只要等3秒钟 那说真的我也没有道理要去用行动支付 还是回来用电子支付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的创新 就像刚刚讲的 它要奠基在 它对不同的连异关系也都有一些发育上面 这个创新才有可能出现 而不是说好像是 我们是为了 我要拼这个创新 所以就先把前几代的都退场掉 或者是就说不抓伪潮 这大概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是我最基本的看法 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做的话 应该是要做到 它有善用 它是个行动装置 能够去做运算的这样子一种特色 或者它有一个荧幕 它能够显示更多资讯的这个特色 而不是单纯的觉得说 那我们就是要行动化 去凭这个KPI 那这样讲很抽象很玄 所以我讲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最近 事实上下个礼拜吧 就要开始规划一个叫做 建宝卡行动化的这个案子 那建宝卡行动化这个案子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它的利益关系也非常非常多 有从医疗院所 然后从这个家医 从实际做巡回判诊的 然后一直到 你用健保卡不是做医疗用途 而是拿来报税 取得自己的这个 就是做身份认证 或者是甚至是就是 办各种各样的公共事业 或者甚至是去搭飞机 现在好像也有一些可以用健保卡 就是健保卡的用法 其实是不只是在医疗场域 那当我们现在要说 我们把健保卡行动化的时候 我们要问的就是说 我们在实际的场域里面 常用的一些modality 一方面是说 我们如果有人不想要行动化 我们应该还是要留着 让他用实体卡 就是应该是up end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愿意要把它行动化的话 我常用的一些情况 例如想我把我健保卡借给别人 请别人帮我去办一个什么手续再回来 那这件事情本来其实有点在法规的灰色力量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去说 好比像说 我把我健保卡借给你 然后你帮我去领药 然后钥匙就说不行 那你一定要亲自来 那但是我有没有可能去说 我的手机里面的虚拟健保卡 我专门授权你去做领药这个动作 那你到钥匙那边的时候 你就是出示这个token 然后就直接用你的手机 然后跟我试询 然后钥匙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人他真的是有认证的 然后他跟我讲一下这个药怎么用 那这件事情就算是领药完成 有没有可能变成这样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行动化之后 大概只要做的事情是看这个行动化 对这个transaction 对这个token 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 而不是盲目的 就是为了行动化而行动化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在公共事业上 在缴税上 在其他地方 大概都可以开始用行动给你三方支付 那但是除了支付之外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 大家在行动生活的过程里面 我们常常说这个 食衣住行育乐衣是医疗的衣 每一个这个六个不同的活动层面 去看说行动化能不能带来什么帮助 那能不能的话我们就鼓励这些创新 那这个是目前我们对于行动生活的基本的想法 有22位朋友们想要知道 台湾未来的趋势的一个走向 这个我有个标准答案的 就是说台湾就是每年长高五公分 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沃亚大陆 跟那个菲律宾海板块的这个交接嘛 所以有时每时就会低震 那地震这个每年御膳 就会长高五公分 真的是这样子 那台湾就是当时就是从400万年以来 大概就是不断的这样子 不断向上仰望星空 那我会这样回答 当然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台湾就是一个舞台 它对我来讲是一个第一名词 就是它既不是网左也不是网右 既不是网南也不是网绿 它就是在各种各样的概念想法 甚至意识形态的这个挤压底下 冲撞底下 因为我们这边有完整的言论自由 所以什么都可以讲 所以什么概念都可以冲撞 那冲撞到最后就是问说 那大家有各种不同的立场 那但是是不是有些价值是共同的 那是不是有一点点价值是共同的 那有的话 循着这些共同价值 还是可以找到一些common solution 就像刚刚讲的那些 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让我们的视野就变高了 就是又能够多解决一些 可能不只是台湾 而是附近所有其他的社会 都用得到的一些问题 跟一些提出来的创新 那所以我想未来趋势走向 这里所谓的逐渐向上 它的意思不只是说 预神真的每年在升高 而是说我们会尽量去找出说 看起来好像是不相干的行业 看起来好像是不相干的领域 看起来好像是不相干的意识形态 但是大家都可以凑合在一起 然后去找到一些共同的方向 那所以这件事情其实 其实是跟下一个问题非常的相似的 就是说要怎么样避免科技造成 现实当中的这个冷漠感 那所以我们目前的想法就是说 也许科技它是可以说 assistive technology 就是它是去辅助大家 让大家人跟人之间更能够互相接触 更能够找到彼此之间的相同之处 那这个我们有个例子 所以我也举一下这个例子 它是在看一下 要去哪个例子呢 举这个例子 这边是一个 我觉得最近一个用科技创新 但是它事实上是让人变得越来越近 而不是让人变得越来越远的 一个还不错的例子 那就花个五分钟讲一下 这个叫天赋城市 然后它的发起是叫点点善 就是一点一点做善事的一家公司 那点点善事一家社会企业 所谓社会企业就是 运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 由社会使命的一间企业 那点点善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去有系统的去看社会上所有被认为是弱势的人 然后运用一些设计 用一些创景 把大家都发现说 原来在这个地方 他们是强势 不是弱势 那举例来讲 就是之前他们有跟喜罕儿合作 然后让他们去画 刚刚大家看到的足球场 或是这些很漂亮的 之前在世大运有展览过的这些 视觉的这些设计 所以是开发他们艺术上的天分 或是他们有跟盲人朋友去合作 那像台湾有一家另外一家社会企业 叫天安对话 它就是让大家在办公室 或办工作坊的时候 是在完全黑的情况下办 那身手不见五指 大家都会觉得有点vulnerable 就是有点不知所措 那这个时候 就会有很有信心的一些引导员 然后会带大家去完成各种各样的练习 那这些都是盲人朋友 所以等到你奉石瓶开完之后 你的盲人看法就改变了 你发现说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他们是优势 我们才是弱势 那所以像天赋城市 就是他们去找到所谓的弱势 就是类似所谓的接卖者 那接卖者大家可能都有碰过 就是可能在街上 然后可能肢体有些残障 可能做轮椅 那他可能希望卖你一些扣香糖 或者一些卫生纸的这样一些朋友 那所以他们就去做了严格的这个分析 那这里是管院 所以他们就去做了他的整个 包含supply chain CRM 然后以及各种各样的分析 就发现说 他们第一个就是资讯很可能不平的 就是他不会给你一个pitch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的business model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不想要花钱给他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钱会流到哪里去 后面有一个责性的问题 那第二个是说他的互动方式可能有限 可能你第二次碰到他 还是跟你说先生小姐行行好 他没有一个CRM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你跟他长期关系 不一定很容易建立 那所以第三个就是说 你会发现说 你一次可能觉得哪个他买一些 可是他不管是口浆台还是卫生纸 他比起便利相见也没有比较便宜 所以就他的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也没有比便利商店很好 所以这个情况下大家会觉得他是弱势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没有就是 很好的服务体验 所以他们就用服务设计的这个方式 去重新设计这个体验 就是说一方面是让他的这个互动 变得更专业更有自信 那像人生百味 有一些社会企业在做这个 那二方面他们去结合做服务的 台湾有很多做服务的所谓的隐形冠军 去用科技 去让这一辆车子本身是看起来 就是很有人体工学的一个mobile station 那有一个很大的萤幕 除了可以播公益广告之外 下雨还可以折起来当雨棚 那第三个就是说他们去找 他比较到台北市正在推公平贸易 那将他上面搭载的那个产品 可能就不是口香糖后卫生纸 而是公平贸易的茶或者咖啡 或者是其他的就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品项 那但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部分都不是这些 而是说他们把这个concept刚化出来 根本第一辆车还做一半的时候 就直接上群幕平台 那他是说要幕八十万 很快就超过一百万 但是重点并不是这个幕的钱 而是说我就算只掏了一百块两百块出来 就像汤姆历检里面那个七强的那个故事一样 就是说我都已经掏了钱了 我当然希望看到他成功 所以他是把群众募资当作一种集思广义的一种平台 所以大家看到这样一个concept之后 就会想看下各种用法 好比像说如果没有WiFi的地方 那这些车本身也是可以当作WiFi的热点 或是说你的手机没电了 那你就可以坐下来 然后他就帮你快速充电 可以充电过程里面再跟你泡一杯咖啡之类的 那或者是说要下雨了 那他可以当作这个爱心伞的这个集中的地方 因为前面有这样子一个小的盒子等等 所以等到大家的意见越来越多 大家就越来越有一种气氛 就是说这个真的比就是你故意可能去那边举牌啊 或什么 要好用而多 就是说大家不会把它想成是做善事 而是想成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说有一种新的vehicle出现了 那我的公司或者是我的企业怎么样跟它扯上关系 我怎么样让它做一种新的传播的一种方法 那所以像这种service innovation 它其实后面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科技 这里面几乎每一个都是后面有技术的成分 但是它的目的都不是说 把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而是把社会上面本来是被排除或者被忽视的一些人 让他透过不同的方式 然后能够进入这个社会 然后大家觉得说真的很unique 然后他能够做一些我们都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就是先去问说社会上有哪些人 目前就是已经在现实中别人是对他很狠魔了 或是说距离已经是很远了 然后反过来问说我们怎么样透过技术 透过一些service innovation 让大家在社会创新的过程里面 能够跟这些人更近一点 那这样子的一种解决方案 其实在接下来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普及或者输出到所有类似社会情况的地方 这样子 还有十分钟 有三十一位朋友们说 世子网络平台免费观看 民众只在乎免费 背后的串流机制跟身份验证问题 是否显示了台湾的网络十分落后 我这就是看你想要用什么角度来看 对不对 我还记得在当时Nepster的时候 就是最早最早 大家都已经可能 现在大家都不会记得 的这样一个平台 它就是把大家在硬碟里面的MP3档案 然后能够快速地彼此串流 彼此收听 这样子 所以在当时 其实在台湾是 不管是Nepster也好 或者是一些类似的 种P2P串流平台 都是非常非常快就运用的 那当时我也看过非常多完全一模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背后也没有做身份验证 然后也没有串流机制 而且这个创作音乐的人都赚不到一毛钱 那这样子是不是表示我们的这个网络环境跟数位素养十分落后 我是不这样觉得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就是说 就像刚刚说的 就是如果 你揭露你的身份 然后如果你有好的串流订阅 它能够导致就是 创作者真的有 比较好的跟收听者的关系 跟乐听者的关系的话 那这样子的东西 当然整个社会都会 都会去接受 其实像Spotifan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它不是只是收你钱 它还包含了 有点像我们去唱KTV 就是它会实际去看哪些比较popular 然后就分配给 那些真的创作出比较popular的音乐的创作者 比较多钱 而且它也是创作者跟就是乐听者 能够建立它 那所以不管是作为建立关系的平台 或者是作为 比较公平的分配的这样一个平台 它对两边都有value 那它对两边都有value的时候 其实台湾也蛮多人在使用的 就是不管是 就是Netflix或者是Spotify 但是如果它只对其中一边有value 或者是说它根本把value都集中到它身上 那 然后又觉得说 因为你不爱就是盗版啊 或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说服力 因为我在看的大概都是 对社会整体的效应 而不是说 对其中一个player的一个效应 所以我会觉得说台湾大家都是有这样一种 基本的公平性的那个想法在里面 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平台 像刚刚讲那个杜杜克捐钱 甚至是那样的平台 它对每个player都有效应 那大家就很勇于加入 但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的资讯没有很透明 它没有很克责 它没有很好的convility 告诉你说 你这样子揭露你的身份 或是你给了钱 那它会被拿去怎么样用 那这样子的话 确实大家就不一定会 就是用钱投票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社会气氛 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 我也不觉得这是落后的 不过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不代表行政院的看法 OK 好 有32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农业创新上面要如何导入网络科技 现在有导入吗 政府是否有整理农业资讯 或者任何的文献平台 有我们有一个叫做actec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都还没有办法 把这个农委会服务 这个再入画面我第一次看到 OK好 等每一个专区去就是分别解释 但是我想这边是这样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用大家的纳税钱 去做的研究计划 基本上都有公开在就是 应该是叫就是政府公开研究计划的 那个网站的平台上 那包含现在越来越多的全文会失出了 不然至少 abstract都会有在上面 不好意思 然后接下来就是反而科砖 它的就是不管有没有记转 大概都会跟业界科砖 放在同一个平台上面 让大家能够去做peer review 那这边当然有一些成果案例等等 但是我想大家最care的 同样就跟刚刚就是在讲 于民真理那一题的时候说的一样 大家在care的是说 是不是说好像政府自己去做了创新 但是没有能够转移到民间 或是说政府跟大学的合作里面 它可能是在意的比较是短期的应用 而不会变成是它学术上 又能够变成第二次第三次 或者在接下来创作的素材等等 那这些部分我想里面最关键的还是 像这种资讯的揭露 就是说如果大家都知道 大家在做什么的话 那其实团队跟团队中间的关联 就能够比较容易的去结合 那如果大家都要经过政府 才能够知道彼此在做什么的话 那当然就感觉上好像政府 就是有点卡住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导入最主要的想法就是 去让大家知道说 有哪些研发症在发生 那除此之外 我们自己办公室 就是我们Peters 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有做另外一个案子 那这个就是最近突然间流量 又稍微增高了一点的 叫做菜家公开资讯整合平台 那为什么最近流量高 是因为我们当初本来只叫做菜家的 但是后来因为做得还不错 所以连那个水果都进来了 那所以最近确实是比较荒一点 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它是让大家能够自选各种项目 去看到每一种不同的果菜 它产量消费量供应缺口 然后批发市场的这个价格 交易量走势等等 所以当然还是会有一些 就是谣言啊或者是一些揣测 但是至少这个平台的好处是说 大家在公布相关的资料的时候 是可以在一个整体的脉络里面去看 而不会变成是好像只有 就是片面的一些报道 那这个的里面有一些 好像那个滚动仓储 都是我们在协调这个平台的时候 第一次用开放资料的方式释出 因为滚动仓储的释出大家知道的是 农粮署用来平抑果菜价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那所以他们当时是觉得说 这绝对不可能公开的 因为你公开就是 等于那大家早上9点就知道 你会释出多少滚动仓储 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达到 平抑菜价的目的 那但是国家机密 30年之后就必须要公开 所以我当时就是问农粮署说 好吧那你30年之前的总可以公开吧 那30年前那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问他说 那你大概多久之前的可以公开 所以他想一想 然后就跟我说 24小时之前的就可以公开 那当然这样就很够 我们当然不是要他 当天要介入市场的那个数字 而是说我们要的是他的趋势 然后我们能够去推估说 政府仓储还有多少 他释出多少 对价格的这个观念等等 这些部分才能够去让即时的就是 当时农委会资讯中心的 有一位主任说的很好 就是说 在我们做这些系统以前是各怀鬼胎 那做这些系统就是要大家怀同一个鬼胎 就比较不会有这个 大家因为资讯不被称 然后所以就造成操作的这样一个情况 好那所以当然我想这个东西 我们都还可以继续去听一听 但是至少我们就是去建立在一个透明的 然后大家都可以看到院长看到的东西 在这个前提底下去做就是导入这个市场的 自我调控的一个机制 那所以这个是在市场方面 那文献方面就是刚刚讲的那个Aktank 在未来AI大数据的时代 越来越多东西都跟资讯产业绑定 骇客就越来越多的机会进行攻击 请问资讯时代是否够安全 对当然我们目前为什么要通过自通安全法 大概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的关键基础设施 它真的就是绑定在这个上面 那我这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自己进行政院的时候 我是政委自带厂商 就是直接把我在外面开发的一套 叫Sandstone的一个自安系统直接放进去 那Sandstone的 它就是一个也是Sandbox的一个系统 就是确保里面跑的像Dropbox 或者是协作的试算表 或者像Google Doc 或像Trello 或者像Slack这种聊天的工具 它每个都是自由软体 那每个之前我们要分别去做自安的集合 都非常困难 那所以目前的做法就是 我们只集合底下的这个Sandbox的一个平台 然后由这个平台来控管 上面的这些App的一些使用权限 那我们开放给所有公务员自己使用 甚至写自己的应用程式 所以像我们团队的东西都在上面管 然后我们团队里就有一个年轻人公务员 他就写了一个大家一起订便当的程式 因为行政院附近80块便当就那么几家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就是团购啊 或者是就是反正任何类似的东西 他只要汇点JavaScript就可以在上面写 用任何语言都可以写 那所以这个东西它不但是在我们行政院 就是有自安防护的那个资料中心跑 甚至这个Sandstone的这个系统本身 因为它是开放圆马的 所以我们也请我们叫白帽骇客 就是有社会良心的一些骇客们来攻击 然后事实上它就是一行一行城市马侃 然后也不只是院内的祭福团队 我们也请院外的就是像有拿到世界那个 DevCon大赛第二名的那个DevCore的团队来打 那就是还有总统接见的那个团队 那当然他们找到一些比较小的漏洞 但是不是很严重 那我们也都修复了 事实上他们也都Publish 都有CVE 都有Credit可以赚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让他打了大概半年 然后确保说没有什么问题 之后我们就把它开放给让他去使用 然后去确保说他每次有什么侵入啊 有社交工程啊 他打到某一个程度了 他就会来跟我们报告 所以这个就是不断的请白帽骇客 一直用社交工程以及技术的手段 来试着打我们的公务系统 这个在行政院是一个常规的一个作业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一方面是说 我们让白帽骇客觉得说 一直对社会有贡献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确保他们有充分的就业机会 不会这个掉入原理的黑暗面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偶尔总统要接见一下 这样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想就是说 这个并不能只是靠 什么ISO认证 或者是就是采买特定的系统 而是说这个系统本身要足够resilient 就是他碰到不同的入侵的时候 在打到最里面之前 他就要能够去预警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预警的能力有多强 就是要跟白帽骇客 一直维持良好的关系 然后让他们一直有事没事就来打一下 那这件事情 我想这个动态的安全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安全 并没有哪一个联网系统是绝对安全的 至少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来确保动态的安全 那至于如果是真正就是跟国安有关的东西的话 那当然那个就是在自己的通讯界面里面 那个根本没有跟网期网路有所连接 那是physical isolation 所以我们目前大概是透过这两个方式 来确保大家的安全 好那不好意思 因为之前说就是时间到时候就回来到这边 那就跟另外80位朋友说抱歉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